等一下的話,因為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把那個下載資料的這個資料 我希望可以把它存成Excel OK,那如果要把它存成Excel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會需要有用到一個叫Pandas的一個套件 而且喔,光Pandas 那像奇標 就有出一本書,綠色皮,哇,這麼厚一本 光講Pandas,就這麼厚一本,你們可以到那個書店裡面去找找看 有一本叫Python的Pandas的書籍 而且聽說那本書還賣的 這個銷售量還蠻不錯,綠色皮 然後它的封面就是一隻熊貓,因為叫Pandas OK 所以喔,其實你可想而知這個Pandas 它的難度有多高 OK,那其實你所謂的Pandas 其實你可以用比較直白的 假設比喻啦 其實它就類似所有Excel能做的事情 Pandas幾乎都能做 只是說呢,所有做的事情 通通 都要 透過程式來解決 OK,所以差別主要在這邊 所以你想得到的都做得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以前你Excel裡面所有做的事情 通通都可以透過Pandas幫你完全 通通自動化完成 絕對都不是問題 但是問題是 你要怎麼樣能夠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這點才應該是最難的地方 所以現在好像大部分人 工作上最需要應該在這個部分 如果把你現在每天做的動作 重複性動作怎麼轉換成程式碼 這一點我覺得還蠻重要 而且 每個人好像都需要 但是問題是 不見得每個人都做得出來 OK,如果你可以把它變成程式碼的話 那一件事情基本上就不用重複做了 而且喔 它可以隨時 你可以 要它什麼時間執行 它就什麼時間執行 你要它跑一次就跑一次 你要跑 一百次 一千次 它也可以 完完全全 或聽你的命令 OK,所以也就是說 你所有工作 基本上都可以自動化 OK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主角 Pandas 那假設 第一個 我們希望輸出一個CSV檔 就長得像這樣子 如果用ECL打開的話 它就長這樣 那其中我剛剛講過 它基本上有三個結構 第一個結構的話 這個是Data 這個的話是Index 這個的話是Colens OK,所以有三個喔 然後這個地方就空的 OK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產生這個CSV檔的話 那很簡單 首先第一個 我就把這些資料 第一個是Data 那特別是喔 這個Data 中間這一塊 它基本上要怎麼 首先的話呢 它一定是要一個串列 而且喔 你會發現喔 它其實結構長得像 就是外面這個是一塊 這個是一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裡面的話 每一 每一列的話呢 它又是一筆資料 所以呢又放在 一個串列裡面 所以呢就變成 一定要是一個串列 裡面呢再放串列 那真的是很麻煩 OK 所以呢如果將來喔 你要能夠產生這樣的結構的話 還記得吧 前面我們有講過 串列那個單元的時候 如果你要產生串列的時候 第一步喔 一定要先產生一個空串列 空串列就是一個什麼 空的中刮骨 有沒有 然後如果你要放資料的話呢 就用append的方法 把它放進去 那如果說串列裡面 還要放串列的話呢 那就是append裡面 再append 所以呢 在 所以喔 比較麻煩的地方可能要注意喔 你要變成說 你要先 在那個什麼呢 先產生串列 再把串列放在串列裡面去 所以要兩次append 這個比較麻煩 好那 目前的話 我們是手動先產生這些資料 比如說有 總共幾個人 1 2 3 4 5 6 7 8個人 OK 所以這邊理論上就0到7啦 這個0 應該這個到7吧 然後呢 就是這些資料 那這些的話呢 就是人民嘛 所以也是一個中刮骨 串列 這個的話呢 上面的欄會名稱 所以 自己欄 好那假如我把這些城市啦 你們可以先把這些城市 先複製貼到 這個我們的城市 我們的那個spider裡面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run一下 給各位看 當然最後我們可以把這個結果 把它print 把它print了出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data frame 那最後的話呢 利用那個pandas 裡面有個方法 叫做data frame 那你提供給他之後 他就幫你產生一個 叫data frame的一個 物件 那這個物件裡面長什麼樣子呢 OK 所以這一行先不要執行 我們假設先不要把它塗 csv 我們先塗 這個控制台 這邊把它秀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你會發現 出來的結果呢 就長這樣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將來 假設你輸出之後看到 OK 長這樣的話 而且資料結構沒問題的話 再來呢 你就可以怎麼樣 在底下呢 再寫一行 叫 這個 df 就是這個物件 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 csv 那我就把它存成這一個 那記得 他的encoding 我是建議 他預設應該是 UT28 我是建議呢 把它改成 CP90 而為什麼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 我們的Windows底下 csv通常是用ECL開啟 如果你假設 存成預設的 UT28的話 那 你打開來的話 可能就是亂碼了 不過好像最新的版本 Office365好像打開 UT28好像就不是亂碼 我有遇過 OK 那所以呢 多這一行把它執行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輸出 那個一個csv檔 那你們可以在根部底下找到 另外的話呢 順便看一下 如果我要存成 這個什麼 寫入到那個ECL的話 他其實就是直接 更簡單 直接就塗ECL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在底下 DF 所以你這邊底下可以 打一個DF 這個物件裡面的話呢 他有個叫 To 點 ToExcel 所以你這邊的話 直接可以 ToExcel 然後給他一個檔名 的名稱就可以了 那假設呢 我這邊取一個名稱叫 Score底線out 然後呢 副檔名記得 一定要給他 叫 xlsx OK 把它存檔一下 那所以理論上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存出去這個檔 不過你會發現 在執行這段程式的時候呢 跳出一個錯誤訊息 什麼錯誤訊息呢 他說沒有辦法幫你存檔 為什麼 因為 Module 模組 拿著放 L 什麼意思呢 我找不到有個模組 這個模組名稱叫什麼 叫做 Open Py Excel 這個名稱還蠻妙的 Open 打開嘛 Py應該是Python Excel應該是Excel 所以喔 理論上應該是 我這一台電腦底下的Python環境 沒有裝這個模組 那怎麼裝 跟各位講過 好像我跟各位 如果以後呢 假設你要裝那個模組 記得喔 有個固定的安裝方法 跟那個之前裝Request一樣 這一段程式嘛 好像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發生錯誤的話 請你 有沒有 這邊有個錯誤 No module Net這個 有沒有 那我們就把它裝起來 語法在這裡 叫Python 1-m 然後呢 後面就是pip install 這個 Open Py Excel 那裝的方法 我還記得嗎 就是第一步 先打開我們的 C點好了 因為我們的 Python384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C點底下 當然呢 以後如果 假設你的電腦是放在D點的話 你就找D點 第一步呢 先把 Python384打開 第二步的話在上面點一下 輸入什麼 輸入CMD 因為這個你必須要 手動模式喔 必須要下指令的 Enter 所以呢 CMD之後的話 他就會幫我呢 打開這個DOS模式 OK 這個比較傳統 然後呢 很簡單喔 其實你就把這個 這一串語法 打上去 所以 以後呢 假如你出現 什麼 No module 有沒有 像這個 No module Nand 你只要把這個Nand 打在這個指令的後面 他就會自己去 這個網路上 幫你把 那個模組 下載到你的 Python底下 其實相當簡單喔 所以以後如果你遇到這個問題 記得用這個方法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一串 OK 把它複製一下 OK Ctrl C 然後呢 再到我們的DOS底下 看能不能貼 如果不能貼的話呢 我記得好像從按右鍵 有貼上 如果沒有貼上的話 看你好像按上面也有貼上 把它貼上一下 然後按Enter 理論上呢 他就會去 Check一下 那個 那個Python的 網站上面呢 有沒有這個module呢 存在 如果有的話呢 他就幫你把它下載下來 而且告訴你說 他下載哪些東西 OK 然後並且跟你講說 已經完成了 有沒有 Successful OK Install 然後版本也告訴你囉 有沒有這一行 主要是這一行 你就要看到有一個Successful 這個啦 他就幫你安裝好了 其他看不懂沒關係 關鍵 看懂Successful 表示 就是安裝完 其他他可能會警告你說 你有 你那個版本有點太舊了 要不要升 要不要升級 然後你不升級沒關係啦 OK 就照用舊的 都沒有問題 好了之後把它關掉 OK所以等一下你可能會遇到 No module name 像我剛剛這個錯誤 如果 這個可能要自己動手做一下 OK 開啟什麼 開啟這個 有沒有 這個地方 打個CMP Enter 然後他就會跳什麼 跳那個 指令的地方 這個可能要自己下一下指令喔 把 或者你用貼的也可以喔 好 那裝完之後的話呢 一樣 把它再浪一下 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剛剛的錯誤呢 就沒有出現了 而且 沒有錯誤訊息 那表示說呢 應該理論上在根木屋底下 應該就會有這個Excel檔 我們看一下 那從哪邊看 我是放在我的C點底下的 Python 2022的地方 然後呢 看一下喔 我把它按照那個 排列方式 我按照 詳細資料好了 我按照日期 這邊有 Score 底線 out 對這個有喔 然後 6K 打開 OK 這個應該沒問題 那另外的話 CSV也順便看一下 剛剛另外存了一個CSV打開 也OK 那最大差別感覺好像 其實最大差別是什麼 是那個 Excel裡面它打開 好像預設有一些格式 格線好像比較粗而已 其他好像都沒什麼差別 畫面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先了解一下 那個Pandas 如何存檔 包含存成CSV 跟存成Excel 那不管說它存什麼檔 反正它一定要透過Data Frame 其實Pandas 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你要先 建立 Data Frame的物件 如果你沒有建立Data Frame的物件 那你後面基本上 就不用做 所以Data Frame你可能要先知道一下 Data Frame的物件 其實包含 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舉凡類似Excel裡面 樞紐分析表 或者是一些什麼篩選 排序 等等的相關功能 其實 在Data Frame裡面 都有 也就是說 Excel能做的事情 其實 Data Frame都辦得到 OK 你想說老師 那我怎麼知道 有哪一些方法 其實官方有說明檔 但是 好像記得全部都是英文的 這些好像有翻譯成 簡體版 簡體中文 你們可以Google查一下 Data Frame 說明檔好像就有了 或者我看一下 雲端上有沒有放那個說明 實際上 那個 像奇邦那本書 基本上有點像 把那個官方的說明 整理成一些範本 也是一樣 你會發現它章節很多 其實基本上就是把 Data Frame的所有功能 逐一幫你做 做這個說明 OK 試試看 Data Frame這邊就有了 在那個第七個單元這邊就有一個連結了 Data Frame的完整官方說明 你可以點擊進來之後這邊就有了 OK 那就是它所有功能 那裡面的話包含就是說 你要做的所有功能 這邊都有 但是我印象中 這邊有中文嗎 好像沒有 所以它變成你只能去K英文的 OK要不然的話你可能 如果假設你要徹底了解 Pandas的話 那可能或許那個奇邦那本書 應該是還蠻不錯的參考書 OK 試試看